来到中西里活动中心 准备参加共餐的阿公阿嬷 全身薄紧紧 毛帽手套全都有 这几天寒流一波波 实在太冷了 一定要做好保暖 而这样冷的天气 全台猝死人数超过百人 代表新北市议员林斐凡 参加共餐的蔡丁武秘书 特别教导保暖妙招 睡觉的时候把外套放在棉被上 你晚上这么睡 这些衣服不让你放在棉被烧 你再加了 加了之后 你要起床就把它弄起来 去变参都没叛到 蔡丁武秘书传授保暖妙招 避免起床后温差落差大 猝死几率高 提醒老人家一定要学会 另外里长谢春兰和共餐志工 准备一桌子热乎乎的饭菜 细心叮咛长辈们要多吃点 我们今天够一项菜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总体要放一桌 你知道吗 放牛 金彩色 他共认了一个木儿够一项菜 我们今天又吃冬菇汤 冬菇汤吃火烧烧 大家吃火烧 回去可以睡着中午就好了 寒牛接连强袭台湾 低温特报进入急凍 就怕老人家怕冷不出门 又可能长时间久坐 猝死几率提高 透过共餐活动 为他们准备热食补充能量 度过这一波寒冷冬天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